下午好,我是嘉顺,欢迎收看8月12号的奥运快报 本届里约奥运会乌龙频频,继国旗国歌搞混之后 这一次竟然传说把受伤的运动员给弄迷路了 一名来自纽西兰的橄榄球队的运动员在比赛中受伤,需要被送院治疗 但难以置信的是,竟然迷路了一个半小时 里约奥运小组委员会遭受批评 澳洲表示,幸亏运动员只是脚受伤 如果是脑震荡的话,还迷路一个半小时,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了 而里约奥运会小组的委员会表示,将会继续关注此事 美国飞鱼菲尔普斯可说是宝刀未老 在今天早上上演的200米个人混合永宗,以1分54.66秒的成绩封王 除了是这个项目的四连霸得主 飞鱼也为个人累积了第22面的奥运金牌 而本届参加了5个游泳项目的他,还有一个100米的迭勇竞赛 如果再度拿下金牌的话,代表着他将会以全胜的姿态再创佳化 里约奥运昨日开始进行了羽球项目的小组赛 我国代表队除了李宗伟,轻松取得开门红 稍后开打的男女双打和混双都拿下了首场胜利 向争取金牌之旅迈进第一步 率先登场的是大马一哥李宗伟 他以21比2、21比3直落两局 不费吹灰之力击败了来自苏利南的选手塑仁奥迪 这场比赛只费时19分钟 另外李宗伟将会在本周日对垒新加坡的名将黄子良 而最美女双温可威和许娇文则以21比17 24比22击败了英国 他们下一轮将会对上香港 大马第一男双吴伟生和陈伟强以21比14 21比17拿下了德国组合 下一轮将会迎战美国组合 混双陈炳顺和吴柳盈则再次值成功逆转对手 以21比13、21比19打败了泰国组合 次轮将会对上澳洲组合 而今天三组双打同样会上场 另外还有田径100米预赛的载塔度 沈威胜参与1500米自由游预赛 女子三公尺跳板预赛的吴丽仪和张俊宏 更多有关于奥运的消息 请继续留守2016奥运快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